我姓胡,名字叫海洋,就是叫胡海洋 今年呢36,我现在从业的呢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水泵场 就是通过这个快速平台呢,现在这个公司发展的很快 我之前呢是在山东建筑大学学的建筑学院,搞建筑材料什么的 大学毕业以后自己曾经创过一次业 就去投资了一部分钱,去修高铁做工程了 因为是刚出道嘛,也没有什么社会阅历 当时也是碰了一笔子灰,也赔了不少钱 当时做这个水泵生意呢,也是中间有一个人 他建议我在我老家这里创业,就是开个水泵场 他中间也是给我做了一部分技术知识呀 从16年开始,我就着手水泵在一块儿 因为我之前不懂这个水泵,我老爸懂,我让我老爸搞技术 我出去跑业务,连着跑了两年多吧,一直在外边 拿着咱们的产品去推广 从18年开始正式的我去拍一些筷子的作品 包括我直播也好,给他们拍作品也好 他们能够更直观的看到咱们的这个东西 他们会很放心的去从我直播间去下单买这些东西 我们产生的收益,明显的一年几番几番的网上翻 我18年那时候,从各公司的营业额就是200万左右 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营业额应该在将近三千万了 大部分都是快水标带过来的 网上给我带来了很多线下经销商 来找我,来从我厂子里边来进货 全国各地都有,大概有一百多个 咱听心说的话,就是我能够让老百姓花到钱以后 买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的一个水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